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5日 我在这里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堆雪 说明天来建房子 很多人说不相信这堆雪有1500块钱这么多啊 然后现在我们这里温度已经很冷了啊 现在是凌晨的12点多 给大伙看一下 现在是零下21度多 明天我会将用我买来的这个雪 在这个地方堆一个房子出来 很多人说在这里遍地都是雪 你为什么还要买啊 这个雪你们看一下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要用用人工具挖这个雪 你们知道要挖多久吗 要受多少罪吗 所以我请了那个挖赌期 推赌期来推的 然后用了卡车拉过来的 从别的地方卡车拉过来的啊 这里的雪很厚啊 大概都是二十几厘米啊 遍地都是雪 满山遍地都是 但是 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所以说我请了一千 请了人来搞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车子就停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明天我就在这个位置 堆一个雪房子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尾气掉出来的水全部结冰了啊 特别冷 我现在出来车外面拍个视频 有点受不了了 眼镜都冻花了 兄弟们 上车 哦 太冷了 然后看一下 车的温度计显示是17.5度 这个温度计是不准的 因为这个车停的时候是7点钟我就停了 现在是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是12点23分 然后我看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天气一爆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能达到多少 零下28度 现在这个已经显示零下22了 看到没有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28度 所以 一直在这个 内蒙古大新南岭这里生活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庇护所 因为我平时做饭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做饭啊 这个地方做饭已经 不安全了 所以我要搭一个雪房子 然后在里面烧火 然后把温度锁住 在零下10度左右的 生活条件 你看我没有问题 因为我穿的衣服特别厚 大家看看 一觉起来已经弄倒了 现在已经开始拆板了 看到没有 早上起来 已经推上去了 现在正在拆拆这个板 车在这停下 你看这里一块空地啊 兄弟们 我说我 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堆雪 没人信我 这个木板拆起来之后 我就开始挖 然后就在里面开挖洞 然后可以在里面 像那个山北那个窑洞是一样的啊 然后就可以见自己的雪屋了 哎呦太冷了 风好大 在外面风特别大 如果说在那个雪房子里面没有风的话 没那么冷 一有风就刮刮疼 现在等拆完这个板 我就可以开始挖了啊 现在师傅他们回去了 他说这个雪还要过两三个小时 才能开始在里面挖洞 现在刚拆那个板的时候还不够实啊 要给他在这里再风化一下 在在里面刀个洞啊 这里刀个洞 我就可以在里面生火做饭了 兄弟们 哎呀你看这都是那个 挖漆看到没有挖啊挖机过来铲的 这雪都是我买过来的 还剩了一大堆啊 虽然说这遍地都是雪 但是要自己载集这么大一堆 你们谁能干了 我告诉你们 不借用那个外力的工具 谁搞了 我说我花1500块钱搞了一堆雪 你们不相信 现在信的吗 就这么一堆 你一个人搞了 搞了三天都搞不出来啊 而且还压得很紧持啊 兄弟们 现在雪呢 已经放了有几个小时了 应该冻印了 我再试一下 我准备在这里 开个小门 这里开个小门 然后就开点挖啊 不要挖得太 不要挖得太高 大概就这么大 就这个小洞 因为再大的漏风 漏风的话会冷啊 哎呀这个船啊 卧槽 什么不行啊 现在还没冻实啊 还松得很啊 这样挖会不会塌了 压得不够实 可能还要再冻一晚上啊 这个有点过瘾了 真的吗 不会塌了吧 我感觉还要再冻一晚上才行 这样挖的话 我感觉就顶不住啊 现在车停在身里了 今天晚上可能就住不了 但是明天绝对能挖好 挖好了之后呢 可以在里面烧火做饭了 不用在车里面 这样捏着脚在里面做饭 好累啊 要在在这个雪屋里面 过这个冬啊 有在零下58度 昨天晚上 在零下30多度 一点都不冷啊 一点都不冷 然后还有那个 绑一的大姐说要给我 让我吃一点雪给他啊 现在给你安排上啊 我现在已经叫那个快递小哥 过来把他带走了 这块雪是从内蒙古的 大兴安岭给你游过去的啊 还有绑二的大哥 还有很多粉丝都要让我寄 我接下来每天就在这里 给你们寄雪啊 什么都不干 就每天收集 你们看这里 我建房子剩下的边角料就在这里 我就给每个粉丝寄一块啊 这个小的也可以给你们寄一下 这个拿回去 拿回去怎么涩火锅吧 放点牛排放在这里 海鲜 好了 我要把我的庇物所搞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直 建在我的房子诞生吧 兄弟们给我点个赞